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凋狼画洞 锦衣玉石 尽是些金贵人物 往来宾客也是非富极贵 只有一个人例外 就是大字不识的乡下老玉 刘姥姥 少年时收获于老爷太太们眼花缭乱的锦衣玉石 公子小姐纷纷扰扰地爱恨情仇 只觉这油华世故的老人 像一桌子蒸絮中的煮土豆 泛着与所有人格格不入的土味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阿语谄媚的样子让人厌烦 但多年后看尽世间繁华 站在虚荣之外时 忽而羡慕起他 宁国府那一副 世事动民皆学问 人情练达纪文章的门帘 那一大家子 没一个人真正顿悟 其真意最终只归于刘姥姥 在书中我们都知道 刘姥姥寡居多年 靠着两母弟过活 女儿女婿为了照顾孩子 将她接到了身边 但日子贫寒 她不得不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心 女婿年轻却没有见识 舍不向面子 她年迈却活泛精明 豁得出一张脸皮 为了应付年冠 刘姥姥带着孙子 去求告嫁在荣国府的亲戚 王夫人 于是与荣国府 有了数次 零千古变的交集 也见证了一个辉煌门户 从容到衰的过程 贵的是傅家人 求的是为生钱 荣国府是住门大户 刘姥姥自知是乡下穷亲戚 出门前特地早早起床 精心打扮 带着板儿上路 孩子天真无邪 只当作出门游玩 刘姥姥 却不禁紧张情窃 战战兢兢 荣国府大门四场 趾高气昂 刘姥姥战兢兢 深暗小鬼难缠的道理 见了谁 都恭顺地 喊上一声太爷 惊人提点后 领着板儿 绕了一圈 才走后门进了府 进府后 先见周睿家的 攀上旧交情 点头哈腰 逢赢的 换上嫂子 再见品儿 将秀气贵气的丫鬟 当作太太 磕头跪拜 一番周折后 终于在众人整肃中 见到了威严赫赫的 王熙凤 王熙凤自然是 瞧不上穷酸的老太太的 一顿饭过后 将太太平时给丫头们 做衣服的 二十两银子 和自己的一吊零钱 给了刘姥姥 二十两银子 是爱着一点亲戚关系 随便从手指缝里 露下的赏赐 一吊钱 是刁蛮刻薄的太太 找乐子给的讽刺 刘姥姥被当作 街边的乞丐一般 被人玩耍着 她通情达理 自然觉得屈辱 但二十两银子 足够一家人 过个不错的年 再屈辱 也得忍下去 接了钱 笑脸相迎 感恩戴德 年过七旬的老太太 连贵代败 求一点接济 是事故恋达 也是逼不得已 想一想 生活和工作中的我们 谁不是如此呢 客户的刁难 领导的冷脸 陌生人的恶意 像女婿王狗一样 倔强顽固 不肯折腰 是少年人的义气 成年人为了在夹缝中 求一点便利 求一点出路 不得不学会 忍辱负重 卑躬屈膝 学会了心里苦唧唧 脸上笑嘻嘻 逢迎无关 丢骨气 只因可怜 龙中人 刘姥姥虽事故 但却不吝啬 不忘恩 时令刮过丰收时 她带着屠产 再次来到荣国府 这一次 她不是上门求救的了 而是个串门回礼的亲戚 身份变了 她也不那么窘迫了 府上留她小住 太太小姐们的精致生活 超出了老人的认知 但刘姥姥并不拘谨 灵活应变 巧妙迎合 梁府以贾母为尊 太太小姐们好奇新鲜事 刘姥姥就变着法的 编出奇闻异事 哄大家高兴 成了大家的开心国 但太太小姐们 瞧得起她了吗 并没有 赵就戏虐 捉弄她 妙玉觉得 刘姥姥用过的杯子 该摔碎丢了 戴玉觉得 刘姥姥酒后醉舞 如牛舞 凤姐四处帮腔作乐 又老又丑的老太太 被插了满头花 刘姥姥看似没尊严 丢骨气 实则她是见了 大户人家背后的 盈盈狗狗 可怜这身宅大院 如同精致的金丝龙 讲究体面的夫人小姐 如龙中鸟 活得勾心斗角 欲解琐碎 刘姥姥懂生活 和交际的艺术 不介意在珠门大户 圆融地扮几天小丑 就这尴尬的情境 演绎出一番鲜活的风趣来 给那个无病身隐的 身宅大院 带去欢乐 既赢得一片欢心 又换来些许尊严 还带走不少好处 一举三得之举 和乐而不为 刘姥姥活得通透 反观我们 不按世事艰难时 我们总以为骨气 面子都是顶重要的词汇 在社会里滚了滚 才发现 想爬到更好的圈子里 面子是顶没有用的 尊严要自己挣来 不经过摒弃自己 脱胎换骨 学会刘姥姥的游刃有余 生活永远不会变好 你赠我零碎情义 我回你承诺与真心 贾府被昌没 光耀门户已落千丈 贾母也随之去世 刘姥姥听了消息 悲痛大哭 天不亮便出门赶往贾府 直奔灵堂 凤姐落魄 形容枯稿 栽没了往昔风貌 刘姥姥真心真意 替她们伤心悲痛 还念佛 为凤姐求护佑 得意农时 一接济 受恩深处 圣亲朋 凤姐被她感动 在无人可疑的情况下 将女儿乔姐 托付给她 刘姥姥应允下来 树倒狐孙散 衰落的贾家 最终被尽情拆散 贾桓行大救等一根人 竟然要将乔姐卖掉 刘姥姥想办法 将乔姐救了 并且将她接回了家 给了乔姐一个安稳归宿 相比大观园里的少爷 小姐 金之玉叶们 乔姐无疑得了个最好的结局 刘姥姥虽是个世故老玉 既能游刃有余地 在富贵圈里打转 也能在田间地头 耕作生活 但她心计灵活 有恩必报 她看着贾府兴旺 也看着贾府衰落 对自己的困境不丧气 对别人的奚落不计仇 对亲戚的苦难不旁观 许过的承诺都兑现 过得好自己 帮得了别人 贾府的虚荣浮华 被一阵时事风 吹得七零八落 刘姥姥的平时生活 却绵长安稳 与刘姥姥相比 为生活挣扎的我们 如此单薄无力 我们守着自己的执拗 学不会变通 既渴望好生活 又过不上好生活 要么在变通里丢了自己 变得油滑冷漠 埋怨世事薄情 又做了最薄情的人 我们要么活得太俗 要么活得太轻 但这世上活得好的 只有既懂人间烟火 又懂理想国的人 年少读不懂刘姥姥 读懂时满眼泪花 与朋友们共勉 为了可以更好的 与大家互动 现在深夜读书 已经在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 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 去添加一下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 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